HELLO 大家好 我是婆婆皮皮 最近很多人跟我說他想回鍋 但是下載完之後發現風之谷太複雜了 根本沒辦法上手 我今天就來拯救廣大的回谷玩家 不要讓大家一回谷就不知所措 想回谷找以前回憶 卻被龐大的資訊量打得一臉 然後退谷就去到處說 以前的風之谷比較好玩 那現在的爛爛爛 等級升太快一下就200 其實自己回谷根本連100都沒有練到 以前有很多組隊任務 現在都沒有 老實說以前要練到21人 可以跟大家打超綠的時間 大概跟現在練到200等 可以跟大家一起打王的時間差不多 以前都不用花錢 覺得好玩 現在根本課金鼓 對啦 以前國小放學買一包薯條 就覺得自己根本KING 現在20包薯條只有最後沒有快樂 以前打王都好玩 與其打個七八個小時 現在不要說打七八個小時 讓你去打半個小時 往全時間認真打還有練習的位 你就吃不消了還打七八個小時 我認為那段回憶是美好 就像上次有觀眾留言說的很好 他說回憶永遠是過去最美 如果想強勢回味得到的只有變質 希望大家就帶著玩新遊戲的角度去玩風之谷 過去跟現在比是沒有辦法比較的 也沒有意義 首先大家會問哪個職業比較強 哪個職業比較猛 最近收到或直播的時候問最多的問題就是這個 大家在問這個問題之前 你要先知道 你玩風之谷的目的是以體驗遊戲回味為主 還是以長久的推王 如果你是牽著的話 我建議你去多看一些各個角色的技能 因為你會有很長一段時間 是要一直看著這些技能 就算你說現在版本最強是破風 陰陽 鷹舞之類的 也或許你其實不喜歡這些職業的攻擊模式 你可能玩了一陣子就乏力了 我覺得還是要找自己喜歡的玩 像是我一直玩的就是主教 坦白說主教在台服非常的爛 爛到我都不會推薦你們玩的地步 但我還是堅持下來了 主要是因為我15年前第一個玩起來的職業就是主教 我可能一輩子都在玩主教 換職業已經不是我的選擇 所以這類回谷或新玩家 我都推薦玩自己喜歡的職業 再來說第二種 希望長久推玩的玩家 首先你要確定你要花多少錢在風之谷上 再來你要確定你推王是要推到哪裡 奪後面來決定 我可能直接跟你們說 哪隻王你們可能也沒有概念 那我以遊戲的時間 可以達到等級內最強的王來說 如果你平常回谷都只會玩3個月 大概到220等 基本上就是極限的話 我建議你玩法師職業 基本上不要玩主教 其他的法師都推薦 為什麼要玩法師職業 我之前的影片已經有講過了 主要是充捲軸的費用物工職業會比魔工職業貴大概5倍 為什麼會有這個現象呢 主要是因為舉凡所有的劍士、盜賊、弓箭手、海盜都是物工職業 那魔工職業就只有法師職業的數量基本上是4比1 再來你可能手頭比較寬裕 可能會一直玩下去的玩家 比起裝備的價格 捲軸的部分可能已經被稀釋的差距不大了 這邊就要稍微排一下文章 畢竟RPG遊戲職業一定有強有弱 最初前的判斷是在Youtube直接搜尋職業加老黑 看你選擇的職業有沒有辦法單吃老黑 但這只是判斷職業有沒有前途而已 就算你自信非常無敵的充足 你也要單吃老黑最少也要一年 那基本上現在大部分的職業有愛都可以練得起來 現在有頂商的限制 但我猜這部分跟你各位暫時都沒有關係 所以我以後有機會再跟大家說 說了這麼多 選職業的重點就是 無課玩喜歡帥就完事了 微課小課玩法師職業會比物工職業花錢有顯出的CP值提升 大課長建議你們插插 哪些是當今版本的T1角 我這邊推薦破風銀武 選完職業之後就會先歷經一陣突然好多東西的衝擊 那我稍微跟大家介紹一下整個界面 左上角的地圖就不用追溯了 左邊那排從上面最開始的黃色驚嘆號是 每週或每日任務 就是作業區的感覺 每天可以從裡面選要做的作業 但我都沒有怎麼認真做 再來第二個燈泡 就有點類似選客專區 裡面有各式各樣可以接取比較有趣的任務跟副本 再來是第三個黃色的星星 有點類似供不然 大家黃色星星裡面的東西記得要想讀 因為期間限定的活動 每個任務都會在這裡面出現 再來是第四個粉紅色的禮物箱子 有點類似集點卡 這個裡面打完一些每日BOSS 每週BOSS可以領取里程 這些里程對於無課為課玩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里程可以在商城裡面購買大部分的點裝 免費的寵物 還可以在里程專區裡面購買到原本只能用點數買的東西 另外免費的寵物是只可以用里程折抵的100點寵物 而不是里程專區裡面那個特殊500里程的寵物 再來左下角的聊天框跟中間的血量等級下面的經驗值應該沒有什麼好說的 右下角第一排左邊數怪第一個是長城 我猜大概都很了解 第二個是活動 他可以看到現在期間所有正在進行的活動 但我最後是直接打開左邊的星星看 我比較少用到這個功能 再來是第三個角色之驅 裡面有個特別要介紹的是風之谷導航 預設按鈕是鍵盤的U 點了之後會出現風之谷新手教學的小框框 按右上角小小的家可以看到每10等推薦打的地圖跟任務 每一個指導都會有一個任務 例如60等的奇幻村就是擊敗250隻土龍 這樣你不管到了哪個等級都可以使用指導飛去指定的區域 這個就是無可玩家比較客家的全世界傳說 我們稱之為指導飛 再來就是怎麼去打王 就要說到第四個按鈕裡面的組隊&魔王等待列 這個點進去會在組隊的頁面 點右上角的BOSS頁前就可以到達這個畫面 綠色按鈕是鍵盤的T 你可以選擇你想要打的王然後按GO 他就會自動幫你尋找隊友 並且傳送到打該王的組隊地圖 再來是最右邊的目錄 這一欄就比較綜合了 從風之谷聯盟戰地裡面可以確認你的戰地等級 戰地這個隊友不管從無課到課長都是非常重要 我之前影片有講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再來就是取代以前的自由市場的風之谷拍賣 改成這樣有利有弊 壞處主要是逛一下就逛完了 不像以前可以逛很久 好處就是如果要找任何道具可以很容易找到便宜的 還有就是戰鬥分析 如果你在打王的時候想記錄自己的輸出是多少 或者想要看一下自己每秒獲得的經驗值或封閉都可以用這個 接著我們打開世界地圖 你可以看到維多利亞島跟以前長得有點不一樣 雖然基本的四大村莊 跟維多利亞港跟情緩村都還在 但是已經找不到肥肥海岸綠水運動之類的圖了 取而代之是更複雜的世界地圖 以前位在世界中心的維多利亞島也變成世界的異語 雖然更複雜了 但是也有更多地方可以去 甚至除了風之谷世界還有風格窘硬的格蘭蒂斯 最後是200等以後的奧術之河 風之谷越來越龐大 從剛玩的400枚到現在17句 不要再拿看不懂也不了解現在的風之谷當的藉口 或者是到處讓讓現在風之谷改這麼爛怎麼還會有人玩 其實說一句有些人聽起來可能會不舒服的話 你會因為我的標題或封面點進來 並且把全部的內容都看完看到了最後 然後最後留言說 先風之谷改爛了啦 難怪大家都去玩師傅 坦白說我相信可以把影片看到最後的你們 你們生命之中一定有著一塊名為風之谷的部分 怎麼樣都沒有辦法割捨 但在看來這些 你覺得好像曾經熟悉的風之谷已經完全不是你記憶中的樣子 那個時候你再也忍不住去保護你心中的那個部分 因為對於你來說那個部分永遠是最棒的沒有辦法撼動 其實現在留在風之谷的每一個人也跟你一樣 就算大部分已經完全變了樣子 我們還是拼命的找方法 拼命的努力去尋找連接的方法 因為我們知道生活就算再怎麼辛苦 我們只要回到家打開了風之谷 我們就可以順著那條橋樑 找到12歲打濾水的自己 這樣是不是覺得已經很久沒有回來看看大家了 還是應該說是不是已經很久沒有回憶起 那個在下水道打第一次東西的自己了 該回來看看了吧 回來看看我們冒險的起點 風之谷